编曲 李宗盛 敌途是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是甘露为师 甘露是鲜荣 天人 最美的饮料 甘露 前面我们修故 那么换一句话是 极乐世界那是最美的 美味 不可思议 我们无法想象 所谓 卑微者只是顺 慈放习俗 慈放帝王吃饭 才一百道菜 这叫卑微人士 食物是者 因彼徒众生 莲花化身 情绪之身 无疾之体 本无饥渴之苦 故无舍质 但为异落而水 这就是真的 四世真相 西方极乐世界 莲花化身 他不是血肉之身 我们这世界 这个身体 需要饮食 来营养它 这是个机器 它需要能量 能量从哪来 从饮食里面就写去 来滋养这个身体 极乐世界 不是血肉之躯 灵化 华 情绪之身 无疾之体 这个前面都修过 身体相好壮严 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 他不需要 这个饮食 失去养分 不需要 在我们这个世界 粗产以上 不需要饮食 他们的寿命 长 太长了 他用什么来养身体 佛在经典上 告诉我们 他们是禅乐为师 让我们想到 古音又有句话说 人风喜四精神霜 欢喜 他们的能量从哪里来 能量是从自信里头 自信本具的 等等 自信能生万法 一切法的能量 都是来自自信 我们也不例外 可是我们还是个 见解的 不是直解的 直解的人不多 有修行功夫的人 直解的 一般普通人是见解的 见解从太阳来 你看看 这个地球上 树木花草 五穀杂粮 都要摄取太阳的能量 我们人也不例外 太阳给我们充电 太阳的能量 从哪里来 从自信当中来 修行 功夫得力的人 直接 摄取自信的能量 阿罗汉 毕之福 菩萨 他们都有这个本事 不需要人间 因何知识 不要这个师父 又何宽 他们的身 清虚之身 无疾之体 本无极客 这个极客的现象 没有 他们没有烦恼 没有忧虑 没有牵挂 哪里要这些东西 所以 这些隐私 现前 完全是稀奇 往生到极乐世界 时间还很短 有时候偶尔想起来 没吃饭 没吃东西 偶尔想起来 只要你一动力 这个饮食就摆在你面前 不想要呢 不想要就没有了 我们看 在底下的注解 最单一 一落二十 见色 闻香 以匿为食 不是真的吃了 见色闻香 它就满足了 不需要了 有此妙食 举震上药 能震色力 而无辩慧 这边在先前 它也摄取能量 也起一点作用 复行 彼土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一切 席界 超市 席 实在讲 这一句话重要 行事出 西方极乐世界 万思万无 都是我们这个 舍法界 人间天上 所没有的 你到极乐世界 都能看到了 又甚至 身心如软 于此妙为 也无贪注 不会让你起贪心 我们这个世界 隐私会让你起贪心 这句 起贪心 引起烦恼 西方极乐世界 绝对不会有这个事情 一切法都不会 引发你的贪心 只帮助你 提升你的界定会 绝不会有负责用 本今 菩萨修持平均 于所受用 皆无我摄取 你看 一切受用 无有摄取 什么意思 没有控制的念头 没有占有的念头 为什么 不需要 有这种心念行为 你有这个念头 它就先进 没有念头 它就消失了 这个多自在 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 有时候遇到心里欢喜 失去了之后再得不到 极乐世界不如是 你想 它就来了 不想它 它就去了 又远 舍利一切之主 故 无所为主 对于引识 决定没有之主 决定没有贪念 舍利 吃完了 便自然化去 没有了 也不需要收拾 也不需要洗碗碟 于事时 随意也复信 这个于事就是喜喜 你什么时候想到 它就有限期 你不想的时候 它就没有了 一切自在 无碍 啊 他就学到 客人 一切之后 我 我 什么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